来给你皇宗们请安啊 儿臣去中翠宫见了额娘 再来慈宁宫请安 你额娘还好吗 不大好 她怎么了 额娘身患科技数月 一直未曾见好 皇阿玛难道不知道吗 这近来啊 前朝的是繁马 等会儿 朕让太医 仔细去瞧瞧你额娘 皇阿玛 谢皇阿玛 儿臣明日进宫 再来向皇阿玛请安 皇上 三阿哥求见 让他进来吧 喳 皇上 皇上 三阿哥 皇上 三阿玛 都不知道 皇上 三阿玛 将来 可知道些什么 京城乃天子脚下 务负民风 一向安定得很 倒是近日来 宫外头有些流言事关宫中 什么流言 夸了 自从韩氏入宫 京城内外流言纷纷 都说韩氏是妖姬 可夫不说 还魅惑皇上 那动摇我大青江山 这等渔民婚话你也听了 皇阿玛 可是民间百姓言之凿凿 更何况 王宫贵族们同样流言蜚语 他们说自从韩氏入宫 皇阿玛就为了他冷落后宫 无心朝政 盛世清明就要毁在他的手上 混账 是谁叫你这些婚话 来藐视君父 遇上后宫 皇上息怒 儿臣不敢 皇阿玛 儿臣也是一片孝心啊 皇阿玛 皇阿玛 三阿玛 你早年 既与太子之位 如今表面安分 实则不愧 皇阿玛 滚 儿臣身为皇阿玛的儿子 皇上息怒 皇阿玛 皇阿玛 别生滚出去 皇阿玛 再也没有一个 不忠不孝的儿子 皇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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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阿玛 你别说了 皇阿玛 皇阿玛 儿臣身为皇子 父亲才是不忠不孝啊 三阿玛 三阿玛 您这是何苦呢 我说的都是实话 并无不孝之念 皇阿玛为何这么待我 三阿玛 奴才劝您一句 如今皇上眼里 只有承前宫那位 您何苦去奔这个钉子呢 奴才先送您回去吧 等皇上气消了 也许就好了 皇阿玛如此绝情 三阿玛 你怎么吐血了 快传太医 主儿 不好了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养心殿传来的消息 说三阿玛 为皇上伸斥 受气休脑 呕了一大口血 人就昏过去了 现在呢 太医已经紧赶着去看了 说三阿玛不予挪动 就住进了协方殿的旧居 您快去看看吧 北娇 北娇 永章 臣妾给太后请安 不要这么吵吵嚷嚷的 爱着太医枕脉 是 回太后的话 三阿玛气怒交加 经济之行直冲心脉 如今 五脏六五的气血 都已经乱了 人是万万不能再挪动了 只能留在协方殿静养 哀家明白了 你赶紧去抓药 看顾好三阿玛 微臣明白 微臣这就去 多谢太后看顾 臣妾替永章 谢过太后 永章是哀家皇孙 哀家不能坐视不离 更何况此事 除了哀家也无人敢过问 淳贵妃 哀家听说你 受极缠身 伤极到肺腑 你不必在这里熬着了 哀家已经都吩咐了 让永章的福晋们 进宫来陪侍 太后 永章是臣妾的儿子 臣妾恳请太后 允许臣妾在这里守着永章 恶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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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不要 永章 皇上不要忘了 不要怕恶娘在 别怕皇上不会的 皇上不会不要你 永章 冤孽 恶娘对不住你 冤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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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这里守着她吧 小太后 永章 永章 下去吧 皇上 喝口茶吧 皇上 您一晚上没说话了 定是担心三阿哥 农才方才去打听了 淳贵妃和太医 都守着三阿哥呢 好 这个逆子 理她做事 皇上 三阿哥虽然糊涂 但自从在孝贤皇后臨前失礼 被申斥之后 也无大错 这回真不知是怎么了 这般忤逆皇上 朕一在想 是谁会在背后降锁 那总不能吧 三阿哥也这么大人了 还能听谁的呢 淳贵妃 永章性自憨直 心无臣服 他对着皇上 说相见的事 皇上怎么听得进去呢 皇上正在信头上 怎么能容得下 自己的儿子 说自己的宠妃呢 淳贵妃急得几夜 都没合眼 只守着三二哥 太医说 三二哥精具交加 直冲心脉 怕是 海岚 你不要胡说 永章才多大 倒是淳贵妃 太医说她的客气 已经伤了肺腑 哪能经得起这般煎熬 得去劝劝她才是 是 求皇上饶了永章吧 皇上 皇上 饶了永章吧 你还敢到这儿来呢 臣妾知道 都是臣妾的不是 臣妾愿生责罚 这可是你说的 这些年 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你自己心里清楚 皇上 臣妾此致 不能介绍于皇上 却让皇上燕姬 那是永章 永章是无心得罪皇上的 永章是无心的 可永心的是你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为何这般急匆匆的 皇后娘娘 淳主惹得皇上大怒 不顾病体跪在雨中 冬吐血 皇上让她回宫养着 她也不听 皇上为何这般动怒 臣妾放心不下三阿哥 挣扎着过去向皇上求情 奴才觉得不对劲啊 还请皇后娘娘 赶紧过去瞧瞧 知道了 你先回吧 扯 你回忠雀宫照顾着 臣妾知道了 姐姐 这件事情牵扯寒室在内 一会儿见着皇上 说话要当心 我知道了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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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回宫再说 来 起来 主 来 起来 主 主 主 臣妾请皇后娘娘开恩 就让臣妾跪在这儿 知道皇上息怒 是 皇上 是臣妾不对 所有的责网 都让臣妾一个人守着吧 皇上 是臣妾将军无荒 您对臣妾的疑心 没有断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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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与你无关 你先回去吧 承贵妃病中冲撞了您 您就饶恕她吧 朕从未要带她养心殿前现眼 是她执意要如此 朕有什么办法 皇上 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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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关心臣妾心妾 太乱乏罚醉 麻烦了皇上 您是臣妾的罪 这当然是你的错 你教祖无方 你不能学着当年孝贤皇后 教导皇子 你也学学人家御妃 人家御妃安安分分 当一个好额娘 不像你 心疏不正 仍是神非 皇上 臣妾并无此心了 皇上 你无此心 这是什么 当年宿练之死 你和淑家皇贵妃 两个人做了多少事情 皇上 朱花的事 兴许是淑家皇贵妃 嫁护李淳贵妃的 那朱花是可以在当 那争择后卫是她自己吧 不知道被知真 做了多少恶事 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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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贵妃姐姐 朱花贵妃姐姐 请皇上迎准于妃 带淑贵妃回去医治 臣妾有事回禀 罢了 带她们回去 朱 朱 快带绿云回去 淑贵妃重疾在身 今日所为 也不过是爱自心切 皇上 何必如此严厉 朱花贵妃 朱花贵妃 究竟毗 заб了 那位 庆佩妃 朱花贵妃 这位老爷 你 朱花贵妃 这位朝待 什么茶 朕喝不惯 这是您一罐喝的雨前龙井啊 黎月啊 去去朕的沙澡花茶来 这 入口 쓸口 一勺 咱 Must 喝 silence 哲笑